她曾被嘲讽长相丑 走上喜剧道路后逆袭成票房女王 我们都知道在2012年春晚 首次登上央视春晚表演小品 今天的幸福中的沈腾因此而走红 之后她的名字很快就传遍了大江南北 而其中小品中的另一位演员玛丽也一炮走红 现在成了当红的喜剧演员 老搭档沈腾曾这样评价玛丽 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喜剧女演员 无论节奏还是表现力都是了不起的 而在2015年两人又合作电影《夏洛特》 烦恼更是将两人的演艺事业推向了高潮 马力饰演马东梅 这部电影的总票房达到14亿 马力受到极大的关注 还被称为新一代的国民媳妇 2017年 马力搭档艾伦春艳开心麻花电影修修的铁拳 票房达22亿 马力也成为最当红的一线喜剧女演员 马力 1982年6月28日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匡殿满足自治县 在2001年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学习 她的同班同学包括王凯 张瀚、张瀚、张力等 科班出身的马力毕业之后 却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进入影视圈 因为她知道自己自身条件不好 也曾透露出因为长相不出众而被其他女演员嘲笑 所以,她开始了深造 后来机缘巧合 开心麻花导演看到了马力身上的喜剧天赋 2005年马力加入开心麻花团队 现在已经是开心麻花的当家花旦了 在2010年元宵喜乐会上 和何炯合作的小品超幸福鞋店而让观众知道 也成了春晚上最期待的作品之一 之后便开始了她的小品生涯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锻炼 她才有这样的能力得到这样的成就 这些都是她当之无愧的 33岁走红 对于女演员来说并不算早 35岁又能超越自己 创造新的奇迹 希望马力的喜剧之路越走越好 也越来越幸福 说你喜欢马力吗 延伸阅读又是姐弟恋 34岁马力牵手小鲜肉男友被报是90后 1月11日 1月11日 与马力同属开心麻花团队成员 93年生人 与82年的马力年龄相差11岁 据某媒体此前拍摄照片显示 马力疑似身体抱养 带病参加完工作后回京 4日便被拍到于徐文贺同行 3月11日 徐文贺陪同马力去了医院 并同逛超市 7天举止十分亲密 倘若无人 2人十分默契的购置商品 甜蜜牵手 更于稍晚些时候同回马力家中 看起来十分幸福 马力是开心麻花喜剧团队员老吉成员 2013年 马力搭档沈腾首次参加央视春晚 一起独特的嗓音魅力和机敏的舞台表现一炮走红 2015年 马力出演电影夏洛特烦恼终于逐马东梅一脚 之前四层子抱与同团的吴江有一段恋情 在媒体曝光的照片中 马力与男友一路相伴 无论是去医院就诊还是去商场购物 两人一直亲密一微 看上去感情十分甜蜜 而元旦假期时男友现身马力住处 叶岭网友认为这是已经同居的节奏 被媒体曝光后 马力大方晒出二人牵手照片 配文称 你们辛苦了 我们一定好好的 做实心恋情 演员包贝尔第一时间送上祝福 称恭喜姐 2017年四大票房女王 林允电帝 马力排第二 第一无人能比 第四名 林允 16.6亿亿票房 星雨狼林允同样是凭借西游福腰篇排在第四位 他主演的《假如王子睡着了》 仅仅战获540万票房 这是非常的不简单的 第三名 王帝坤 16.69亿票房 西游福腰篇16.52亿票房 情欲曼哈顿1350万票房 也是一部比较经典的电影了 这个你看了吗 第二名 马力 马力 23.13亿票房 修修的铁拳 占2207亿票房 直接将马力送到了亚军位置 这是一部非常搞笑的喜剧 看了之后让人胖腹大笑 口碑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第一名 第一名 卢静山 56.82亿票房 排名第一的很显然就是《战狼2》的女主角卢静山 一部电影56.82亿票房 这个应该无人能比的吧 对此 网友们你们最喜欢哪一部电影呢 她曾是50亿票房女王 被曝不雅动作 到现在无戏可拍 白百合原本应该比赵丽颖还火 可惜被曝出一只蝉事件 之前在机场还被拍到与出轨男一起出现在大众眼中 现在的她 谁还敢找她